我得你找个人洗的行不行啊 找个人洗的行不行啊 行 能过日就行吗 老妈要求能过日就行吗 行 人家不管干啥 一头一个 必须得要小心 我这要求就是 因为啥老子 咱们以后也得老 最好是来说 老妈这地方都不走 上谁家住不住 再找另一半薛大哥的要求很简单 那就是孝顺 而且最好是能来他家生活 基于这些我们的红娘觉得 家住陶南一个人租房生活的 娶俊凤 娶大姐 跟薛大哥还是挺合适的 所以我们的红娘决定 给他俩先签红下 是娶俊凤 娶姐是吗 娶姐 你好 你好 娶俊凤 57岁 离异 陶南市供销社退休 退休金1600元 有双保 这边客厅 它在家隔出一个车库 隔出一个车库 它就宰了 这是客厅 这屋是我住的 这是你住的屋 我也没有利益 想买利益 我也没弄 姐 这房子是咱 我那个猪猪我给他放租了 我的朋友他那什么 他对象出车祸死了 孩子云他上月 他就上云了 这是租的朋友的房 好 许大姐告诉我们 自己下岗之后 开了十几年的日杂店 因为一直住在店里 所以就没买房子 如今住的这个 是租的朋友的房子 我就在商店 我们两层楼 我们是上下层 在楼上住 楼上它单隔有楼 自己这块 就这些人 一直没买房子吗 嗯 怎么是没愿买 还是说这个经济条件 一直不太允许 房子我也没太考虑买 因为咱也咱也不一定住不住 考虑到以后想要再找个伴 去大姐打消了 买房子的念头 如今一个人生活的她 有一个最好的姐妹方式 那就是网购 你看我那后边那乱的 那网购整的香的老的 是在乱的 放墨香 就咸牙蛋了 很网购 看着堆成小山的纸壳香 就知道许大姐平时 真是没少买呀 但她说 别看买这么多 其实自己是在省钱呢 鸭手机玩 互相点朱丽啥的 就需要 它不有个免费水果吗 这个便当零了 这水果你就可以免费零了 哦 这不新回的芒果 就是这里 可以吗 要它给你精豆的 往里面买 买东西在这个京东 顶豆豆有时候也顶钱 曲大姐爱说爱闹 怕寂寞 但这几年能陪伴她的 却只有两部手机 年轻时的曲大姐 也曾有过一段婚姻 但却仅仅维持了一年左右 而那段婚姻 如今在提起时 依旧会让她打冷战 她脾气不好 总她让她说打得都不行了 我脑袋踢着还有韵 真的 真的 这地方大冷了 这 这个 到现在曲大姐的头上 还有被打留下的伤疤 那究竟是啥原因 会让前夫对曲大姐 下如此狠手呢 啥原因不到 你在这儿待着隐隐秘密之声 要上来打你 你都不知道啥好事 你要说有原因也行 到法院得问法院一问 没有原因 你要说我哪儿不好 你说我不干活也行 你说我埋怠 或者我乱花钱哪条都行 没有 就这么跟你跟着 你都不知道啥原因 就是你都没惹她 上来就打你 从冷冷不爬 你不知道啥好事呢 有没有就是好好推心致富地 跟她谈过 就是跟她问问她 你说这原因呢 对 没啥总打我呀 不打我听不听 好好跟她谈啊 但是那时候好人 这头上我这么简单 没考虑那些 真没跟她谈 曲大姐告诉我们 那时的自己年轻 对于感情方面的事啊 没经验 所以从没去认真考虑过 自己和前夫之间 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 唯一能想到的 就只能是用离婚 来结束这一切了 现在我就要求是啥的 赚钱我姐工资三千 你要两千一半 现在男同志退休都两千 两千多也可以 反正有个住房就可以 有住房 而且还老实本分 不知薛大哥会不会是 曲大姐的那个意中人呢 想到这儿啊 我们的红娘决定 安排俩人见个面 这一看薛大哥就是个实在人 不仅给曲大姐带来了 大安当地的特产活鱼 就连菜也都一并准备齐了 就凭在薛大哥这细心劲啊 日后对媳妇那也一定错不了 你好 你好 姐 大家到了 你好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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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给你俩 这位介绍认可一下 好 这是曲君妇 我曲大姐 这是薛嘉宾 我薛大哥 薛大哥 来 问个手 这一兜子 大哥摆个水果 这个 你知道是啥吗 大哥从大安过来了 大安比较好 大安比较好 我上大安比较好 这一方特意它是长白的 这一会儿是绿的 所以还自卖了一刀多菜 哎呀 这不 想不想 这表啥呢 那还都可以 还是一个普通的也 初次见面 曲大姐对薛大哥挺有演言的 而且啊 热情 普通的性格 也正是她想要的 我